没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我这是天生的 没办法 所以想要变得更强 就要付出比常人多几倍的努力 那有没有可以解决问题的外物 比如说丹药 或者是利用针灸 倒是有一种名为去制丹的丹药 但是这丹方过于古老 据说是神医孙思苗所创 已经失传了 就算是我家也找不到丹方 去制丹 怎么 十三哥 你听说过这种丹药 这不巧了吗 我正好有一枚 我回去拿给你 这 这真的是去制丹 货真价实 十三哥 你这是要给我吗 那是自然 我留着也没用 这 这太贵重了 本 本小姐不能接受 十三哥 你还是拿回去吧 这丫头 一副很想要的样子 还这样拒绝 真是可爱 先一 你就拿着 咱俩谁跟谁啊 谢谢你 十三哥 扶下吧 看看 效果如何 好的 十三哥 我感觉体内杂志被清除了很多 而且药效还在持续 我现在全身充满了力量 丁 恭喜宿主 上官仙依十分感动 好感值加三百 丁 恭喜宿主 上官仙依攻略进度百分之七十 仙依这丫头 莫非也对我心动了 十三哥 对我太好了 本小姐该怎么报答他呢 要不以身相许算了 十三哥 我去洗个澡 感觉杂志都被排出体外了 去吧 师父 您在忙吗 紫妍 怎么了 师父 关于太乙玄珍的知识 我有些不明白 不知道能不能向您请教一下 你是我的徒弟 随时都可以 你现在在哪 我在学校呢 就快下自习了 好 我现在去接你 谢谢师父 师父您真好 仙依 我有点事 要出去一下 你去吧 本小姐一会 还要修炼 就不陪你出门了 嗯 记得关好门窗 不要给陌生人开门 哼 你当本小姐是小孩子吗 紫妍 我是真的喜欢你 跟我交往吧 你想要什么 本小都可以买给你 张志超 我说过多少次了 对你没有感觉 不要再纠缠我了 好吗 为什么 难道我配不上你 因为紫妍不喜欢你 这个理由就足够了 还不赶紧管 你是谁 也敢跟本小这般说话 师父 您来了 丫头 一切交给我 嗯 师父 好啊 金紫妍 本小还以为你是个清纯女神呢 没想到也是这种货色 喜欢玩这种角色扮演的游戏 这小子跟你一般大吧 还师父 笑死本少了 张志超 你嘴巴放干净点 修得对我师父无礼 哈哈 你还玩上瘾了是吧 小子 嘴巴再不干净 我不介意废了你 你 你们 好啊 居然联合起来欺负本少 真当本少爷 好欺负不成 哦 难道你还有什么强大背景不成 师父 我们还是比这种人远一点比较好 我不能给师父添乱 这个张志超 家里有点势力 若是对师父不利 我真的是罪过大了 放心吧 子言 在整个江州 还没人能动得了我 哈哈 小子你还真能吹牛 人在外面混 可不是靠你那点功夫 而是靠世家背景 真是没见识的小别三 你可知道 我爹可是胜利工程队的老板 放眼整个江州 可都是排得上号的 你又算什么东西 胜利工程队 没听过 你 师父 我听过 叫我们江州 还是有些影响力的 张志超的老爸 顾摸着身价过亿了 不过师父一次投资 就十几亿 张志超他爸 拿什么跟师父比啊 哈哈 小子知道怕了吧 现在 你若是将这女人让出来 本少可以饶恕你的无礼 兴许本少玩腻了 还可以还给你